網路詐騙時常發生 且樣態層出不窮 犯罪魔少生向社會經驗少 金錢有限的兒少 家夫基金會就在兒少網路使用經驗調查發現 有近四成的兒少曾經遇過網路詐騙 顯示強化兒少保護刻不容緩 那我們田圈的孩子裡面男女幾乎各半 然後田圈者以國小中高年級居高 那孩子兒少網中試讀的一個習慣 我們發現有八成的孩子會懷疑 這個網路資訊是不是正確的 可是有近五成的孩子是不會查證的 那孩子查證都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發現說孩子最早詢問的是照顧他的大人 那另外的話就是政府的165反帳片的一個專線 大概都有66成以上的孩子 是會以這兩種方式來進行查證 那孩子實際生活中沒關係 到底有沒有人遇到這樣的詐騙的一個情境 這樣的一個風險 我們發現有四成的孩子 曾經有遇過這樣的經驗 那其四成的裡面又有兩成的孩子實際被炸牌 那你關心這些被詐騙的孩子 詐騙之後你會不會告訴別人 那你發現將近三成的孩子 我不會告訴別人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你不告訴別人呢 那我發現說這些孩子裡面有四成以上 他們覺得這是小事怕麻煩 甚至覺得自己來處理就好了 並不求助 那我們實際設計了六個情境去詢問孩子 就是依情境的一個嚴重程度裡面 然後去誘引孩子 那你會不會進入一個詐騙的風險 我們發現有27.5%的孩子會陷入風險的情境 那我們六個情境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發現說孩子被詐騙的情境裡面 網路購物的詐騙風險的話 我們總共有18.1%的孩子落入那個陷阱 這是最高的 好那另外的話我們也關心說 那孩子你有被教防詐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跟沒有被教 那有沒有影響在實際生活中 你會受騙的一個機率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交叉分析之後發現 有人教導的孩子 他實際生活中沒有被詐騙 然後就是沒有被教導的孩子 他是低的 所以有人教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防詐的一個可能性 兒保護的活動 其實家屬基金會已經舉辦了第12年的 每一年會根據我們兒童保護的很多很多的範疇 很多很多需要我們共同關注的議題 今年我們是用網路詐騙 因為這實在是最近這幾年越來越猖獗了 我們怎樣讓我們全民可以成立兒保特攻隊 一起來關注網路詐騙的議題 特別是我們有聽過我們最近有個調查 在稍後我會有個報告 我們有一萬多名的孩子有跟我們分享到 他們有將近大概四成的孩子 有才有所謂的網路詐騙的議題 其中有兩成的孩子 他們有金錢上的損失 但我很訝異的是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他們選擇自己吞下去 沒有告訴他的思想 朋友或是他最要好的一些閨蜜們 其實這是我們很擔心的 網路詐騙的議題其實 對孩子從小如果他沒有去好好的辨識 跟怎麼去警覺性化 對他個人的成長 還有對他整個很多未來的價值觀 都會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影響 而其實我們在兒童保護的工作上 我們一直關注每一個孩童的一些權益 兒童權益公約也不斷的呼籲 就是在兒童在數位環境當中 他一樣要享有自由跟安全的一個環境去使用 所以我們今天辦這個連續第12年 今年主題用網路詐騙 要呼籲整個社會上 要夠我們去關注這樣的議題 家福藉此推出428 兒保特工隊反網路詐騙遊戲 愛心大使張靈雨挑戰識別詐騙 期盼透過遊戲宣傳 提升民眾對網路詐騙的辨識 降低受騙風險 現在的那個小孩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3C真的是越來越 所以對他們來講是習以為常 對我們來講是好像我們長大才開始學的 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他們很少就接觸到不管是3C或是手遊 那其實詐騙也比較容易在他們身邊會發生 那像我自己以前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有宣導有差 我在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20年前 那那個年代 對於ATM的這個詐騙 還沒有講得這麼多 對不對 他就是我們沒有常常跟你宣傳說 ATM沒有這個解除分析不管的功能等等等等 我當時就真的差一點被詐騙 我在大學生的時候 我還是在國立大學 就不講是哪一間學校 我說你這樣 後美校就會被詐騙 對我當下差一點就要去匯款了 那後來呢 就是因為我也沒有很常在使用這些 就是金融的東西 所以當時其實說老實話 我真的不是很了解 那後續就是慢慢陸陸續續的 大家開始針對這一塊有一些宣導之後 那當然你就知道 你就比較不容易上當 其實現在對於小朋友來講 我覺得是 這一些詐騙或惡意 是潛藏在他們很日常使用的社群裡面 那所以他們會失去戒心 可能是手遊 可能是臉書 可能IG 各式各樣的 四字字小文書 抖音 近期我們剛好有一個孩子 他是那個高中的總理生 他是阿極 那他近期就遭遇了這樣的狀況 因為他的人際勿動的狀況 技巧沒有那麼好 他就在IG上網路上交朋友 那這個交朋友的狀況呢 就慢慢的對方就說 欸我可以傾聽你的故事啊 然後陪你聊天啊等等的 這個就已經落入到他的陷阱裡面了嘛 然後結果慢慢的開始 建立關係了之後就跟他借錢 一百兩百 剛開始覺得還好 到後來呢 就跟他說 欸那我要更高的額度 結果阿極就覺得怪怪的 那怪怪的之後他也覺得想說 嗯那遲疑了一下之後 對方就說 啊不然我教我的哥哥什麼出來喬這樣子 這個其實就有加帶了一些暴力脅迫的 這樣的一個成分的存在 那我們阿極也不宜有他 也不是說不宜有他 他就也妥協了 然後也會了一些款項給他 那慢慢的結果 對方就跟他說 那你身份證存責都要給我 其實這個 對其實這個狀況已經慢慢的從焦慮到緊張 然後到害怕的這個部分 其實在我們這個受詐的格少裡面 非常多會加著一點情的一個感受跟情緒 那我們發現了之後呢 其實大概第一時間也給予他相關的一個情緒支持 那也帶他去做這個部分的後續的處理 加福今年以預防網路詐騙全民俄寶特工隊 作為行動目標串聯多場活動 邀請民眾響應捐款 可獲得企業贊助的贈品餐券 一起推動兒童保護服務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